現在為您示範泡菜牛肉的做法 那就是到菜市場買那種牛肉切片 然後要先醃過用太白粉米酒還有一點胡椒 然後香油還有一點沙拉油 然後還有一點素蠔油 香菇素蠔油稍微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一小盆的泡菜 然後就是蒜苗跟蔥 那首先呢我們就起油鍋 要炒牛肉 然後加入少許少許少許油 將牛肉下鍋炒 這時候骨子用太大 它下骨不停的拌絞牛肉 讓它收肉均勻 先不斷的翻攪 因為我們有加太白粉的關係 有稍微折鍋那沒有關係 那可以加入少許的高湯 或者是水 牛肉快要熟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泡菜加進去 那牛肉都有先醃過了 所以都會有味道 如果喜歡泡菜多一點 所以也可以泡菜加多一點 這時候做起來是不停的翻攪它 然後可以快要熟的時候 把蔥飯加進去 翻攪 蝦飯加進去 開水 一邊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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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邊煮 一邊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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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谢谢观看